4月中爆出的海螺管仪式抄袭的问题 掀起了不少的风波 师傅当时把设计图送建筑师工会鉴定 现在结果已经出来了 经过详细的比对 包含各个角度和2D 3D的模拟图 最后确定没有抄袭的问题 后续师傅也会按照原定计划来继续实作 在年底以前会招标施工 美丽的海螺造型设计图 预计要新建在新屋沿海 作为无化体验园区 只是这个海螺样式却在4月中的时候 因为疑似抄袭引发风波 而针对质疑 师傅新工处也很快的把设计 送给建筑师工会来鉴定 结果刚刚出炉了 做两次的鉴定会议之外 那也去现场了解实际的环境的状况 以及针对两个作品的 不同的平面模型 3D 2D做一个比较 所以最后的这个作成 没有轻害著作权的这样子的结论 经过建筑师工会 仔细的比对两次的鉴定 包括两个作品的各个角度 和2D 3D模拟图都纳入考虑 最后认定没有抄袭的问题 设计虽然都采用海螺的外形 不过在整体规划 空间使用 外观造型和材料运用上 都有所差异 不能只因为都取材于自然界的素材 就直接认定抄袭 我们市府也会依照这样子的结论 跟既有采购合约的一个关系 进行后续的这个规划设计的程序 那目前进入基本设计的阶段 我们也预期会在今年底之前 能够来顺利发包跟动工 达到这个海螺馆 这个可以呈现在这个大家这个面前 从事件爆发到现在 英国东伦敦大学也都没有和桃园市府 有任何接触 在经过鉴定之后 海螺馆和文化体验园区 将会按照原定的计划继续施作 桃园有线新闻 陈燕润 桃园采访报导